纽约曼哈顿的玄日奇景 这个星期天又将出现在青年路上 观光局特别在当天下午进行路段管制 让民众可以好好的观赏玄日 而思维国小就恰好在这个路段 学校上午也请来天文学会的老师 帮小朋友上一堂不一样的天文时事课 是什么画面让国小学童近乎连连 原来是高雄难得一见的玄日奇景 这一年只有两次媲美纽约曼哈顿的玄日景观 即将在11月12号傍晚重现在高雄青年路上 而思维国小学校也为此特别请到 高雄市天文学会的郑文光老师 来帮小朋友上一堂不一样的天文时事课 课程跟教学能够跟现实的生活做结合 让小朋友可以动手做实境来做学习 所以这样一个活动我们让学校的课程 跟这样一个玄日的活动可以做结合 邀请天文专场的老师来解析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现象 PPT上售出纽约曼哈顿与高雄青年路的 玄日景观做对照 引发小朋友对这个奇特景观的好奇心 再引导出太阳与地球公转与自转的学习切入 让五年级的学童既然与教材并用大幅提升学习动力 我们学到玄日的变化 然后要时间地点和角度要相同 才能看到玄日 有了天文老师的深度讲解 学童们对于即将到来的玄日美景也相当期待 而高雄市观光局也为了避免过往观景人潮 拥塞快车道 即将在11月12号下午3点到6点 进行青年路与民全路的丰路管制 其实之前的是比较危险 因为车子跟人是挤在一起的 那今年的丰街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棒 那让整个环境更舒服也更安全这样子 那大家可以来邀请大家一起来共享这个大自然的美 有了丰街管制摄影好手与市民将能安全地捕捉 欣赏美丽玄日 不过要是11月12号无法前往也别失望 天文学家表示 由于太阳运行速度缓慢 11月10号到14号都一样能看到玄日景观 港都新闻李嘉隆 罗绍军采访报导